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喜巴1957年出生于韩国的庆上北套 她家中一共有八个孩子 曹喜巴排行老七 因为孩子比较多吧 曹喜巴小时候的日子也就是算将将过得去 小学毕业之后曹喜巴就没有再念书了 十几岁的时候曹喜巴只身一人来到韩国的大邱广域市 准备在大城市提提自己的见识 来到大邱之后 曹喜巴从食堂的服务员 再到冷冻市口的派送员 甚至到地下赌庄 可以说没有她没干过的活 在外打工期间 曹喜巴最经常跟身边的人说的一句话就是 将来等我挣了大钱 我一定让我的家人天天都能吃得上猪肉 可见她小时候的日子呀 过得算是比较苦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喜巴对钱有着深深的执念 二十岁的时候 曹喜巴进入她的哥哥 曾经工作过的一个韩国传销组织SMK 也是在那里 她第一次体会到了 传销居然可以来钱这么快 2004年的时候 曹喜巴拉上了包含江泰荣在内的 她的十几个好朋友 在韩国大邱广义市的东区 成立了BMC公司 这个BMC公司表面上号称做的是 医疗技术的生意 那实际上就是在暗中缔造自己的传销金字塔 那公司对外宣称的营业模式是这样的 他们先会招揽一些投资者 然后投钱之后呢 公司说他们会拿这笔钱 去购买大量的医疗设备 像是一些骨盆矫正器 按摩器 汉征设施 然后再将这些设备去出租给一些医院 汉征房 美容院等等 然后去收取他们的租金 最低的投资门槛是440万韩币 假如说你支付了440万韩币的话 在接下来的8个月时间里面 会每一天回报给投资人 2.6万韩币到4.2万韩币不等 那么算起来在8个月之内呢 投资人就会得到581万韩币的本金价利息 也就是说8个月的投资回报率高达32% 我跟大家说一个数字 大家可以明显地对比一下 2004年的时候韩国银行的利率是3%几 也就是说这门生意足足比把钱放在银行的利息高出来了10倍 那这对于一些比较有闲钱 但是头脑一热的人来说 诱惑实在是太大 小巫不才曾经在从事目前行业之前呢 也在一些医疗系的生产厂家工作过 而这种医疗系列租赁的生意 在现在来看还是非常普遍的 尤其是对于一些医美行业 对于一些小型的医美侦所来说 在开店之前购买一台激光或者是超升高的设备 可能就要100万人民币 这个前期投入还是相当之大的 对于他们来说开店门槛也很高 那这个时候呢 一些资金实力比较雄获的公司 甚至是医疗系列生产商本身 他们就会购买大量的设备 然后再把这些设备出租出去 那租了这些设备的诊所呢 就会按照这个诊费的百分比来支付设备的租金 一般情况下是诊所拿60% 这些设备的提供方法拿40% 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做一次美容动辄就上万 那可能100个顾客 这一台设备的成本就回来了 可以说这样一个商业模式是行得通的 但是曹喜巴的这个BMC公司问题就出在 它是使用集资的方式 而且它这个钱拿过来之后 它根本就没有去投资在购买设备上 而是全部放在了自己的腰包里 一开始的几个月 他们确实是会给投资人返钱的 那这些钱是哪来的呢 当然是后来的人补前面的窟窿 在拉拢投资人的这个过程中 他们的目标客户呢 主要都是年龄在40到60岁之间的家庭主妇 对于他们来说嘛 人到中年肯定手上都有一些闲钱 再加上因为是全职太太 和社会脱轨时间也比较长 非常容易受骗 曹喜霸的左右手江泰荣 还将自己伪装成首尔知名高校 优秀毕业生的形象 走到哪都是西装笔挺 名车名表 这让大家都觉得 哇 这样一位首尔知名高校的社会精英 都是BMC公司的智囊团 那这公司肯定靠谱 再加上曹喜霸这三寸不烂之蛇 还有他打了鸡血一般的这个演讲功力 在公司刚刚成立之后 没几年就骗了上万人 在一次活动中 曹喜霸还曾经说过 你把钱投给BMC公司 就相当于给你上了一份终身的养老保险 或者是事业保险 那大家都亲切地称曹喜霸为伟大的会长 曹喜霸是趁热打铁 迅速扩张公司 甚至在BMC公司上面 还成立了80多个皮包公司 每一个公司表面上看起来 都是做着不同的业务 有什么观光的 再生能源的 新兴科技的 反正都是一些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产业 但其本质目的就一个 那就是骗钱 但这猜东墙补西墙这个做法 终究是不能维持长久的 在2007年的时候 这个金字塔开始出现资金链崩盘的现象 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回报 这个投资人的本金和利息 那这个时候 一些刚刚加入BMC的投资人 就开始有一些坠坠不安 那曹喜霸呢 就带着这些坠坠不安想要退出的人 来到他们事先准备好的 这个医疗机的租赁处 还专门安排人 假装去安装这个设备 那这些本来想要退出的人 一看哦这个医疗器械还在这儿 也确实是有人去租赁他们 这样他们就安心了 再加上可能前几个月 他们确实是收到了这个本金价利息 所以也没有过多的怀疑 大家都觉得这可能就是公司 一时之间周转不周 这钱早晚都会拿回来的 大部分陷入传销 无法自拔的人 都是这样一种心态 那与此同时呢 曹喜霸他也没闲着 他让自己的左右手 江泰荣开始联络和贿赂 韩国地方的警察和检察官 为自己铺好后路 而江泰荣曾经接触过的地方官员 包括大丘前警察厅警官郑某林某 前警察厅警长全某 大丘前地方检察官吴某 江泰荣甚至还联系上 自己的高中同学金光俊 那金光俊呢 当时首尔检察院的一个 部长级别的检察官 算是一个职位比较高的官员 在2013年的时候 金光俊被揭露 在曹喜霸的这个传销诈天案中间 收贿10亿韩币 后来被判7年有期徒刑 追缴罚款3.8亿韩元 10月份的时候 由于大量投资人的举报 以及媒体的曝光 BMC传销组织开始接受全面的调查 但是就在大丘警方 准备一锅端掉这个贼窝的时候 曹喜霸事先安排在地方警察 以及检察院里面那些眼线 已经提前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曹喜霸的连夜 销毁着大量的证据准备潜逃 2008年底 曹喜霸的左右手江泰荣 和曹喜霸的侄子刘某人等等 率先逃亡到中国 为曹喜霸安排好住宿和船只 准备接应曹喜霸到中国 2008年12月9号 韩国中泰泰安的马建港口 曹喜霸交给了渔民朴氏 7000万韩币的现金 当晚渔民朴氏呢 就顺利协助曹喜霸逃亡到了中国 那当然这个后来渔民朴氏 是被捕了的 被捕之后他甚至交代说 在曹喜霸逃亡到中国的当天晚上 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 离不开当地海警的协助 当天晚上海上的巡逻警员 实际上已经发现了曹喜霸他们的船只 正要准备展开追捕的时候 接到上级的命令说 要求他们撤回 然而就在曹喜霸逃亡到中国之后 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 曹喜霸在到达中国之后呢 就扮了一个假身份 以曹永福的身份 在中国国内生活 那后来根据曹喜霸的侄子柳氏所说 曹喜霸在到达中国之后呢 还进行了整容手术 整了他的鼻子 但是整容前后并没有差异很大 并没有大到让人看不出来 这个人是曹喜霸的程度 在中国曹喜霸虽然辗转于不同的城市 但是日子过得是相当舒服 天天没事的就是唱唱歌 喝喝酒 打打高尔夫 在2010年初的时候 一直跟在曹喜霸左右的侄子柳氏 不知道为何原因 从中国返回到韩国 向警方自首了 因为柳氏也曾经协助曹喜霸偷渡 但是因为柳氏认罪态度非常良好 就被判了一年的有期徒刑 在审判期间 柳氏对于曹喜霸在中国的行踪 是一问三不知 闭口不提 在2011年初狱之后 这柳氏又回到了中国 2011年12月18号的时候 曹喜霸来到了山东的威海 入住在当时的威海中信大酒店 那当晚呢 曹喜霸呢 就和她从韩国来的朋友 金老板 以及两名女子 在酒吧的包间里面喝酒 那喝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曹喜霸说 突然感觉自己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想先回酒店休息了 就带着自己的情人 回到了中信大酒店自己的房间 20分钟之后 曹喜霸的情人 突然打电话给中信大酒店 那个值班经理 说曹喜霸快不行了 这个值班经理赶忙 帮他们叫来了救护车 然而就在救护车上 曹喜霸就过失了 当时他的死亡证明上 写的死因是猝死 那医生的判断呢 是心肌梗塞 那后来韩国的警方 就根据中国的这个死亡证明 火化症 以及曹喜霸家人 所拍摄的一段葬礼的影片 就向大众宣布说 曹喜霸已经死亡了 然而随后却有不断的人举报说 在不同的城市 看到曹喜霸出现的身影 在2015年的时候 还是那一档韩国 非常有名的节目 科高喜阿尔科西普达 对曹喜霸之死 做出了深入的调查 那节目的工作人员呢 来到了中国的青岛市黄岛区 因为在这里有人举报说 见过曹喜霸的左右手姜太龙 有姜太龙出现的地方 很可能就会有曹喜霸的身影 黄岛区一家夜店的工作人员 看了这个剧组工作人员 给他提供的曹喜霸的照片 说他在2012年的时候 还见过这个人几次 只是比照片中的这个人 略显瘦一些 显老一些 夜店的工作人员还说 曹喜霸每一次来 都是一掷千金 花钱大手大脚 从几千到几万不等 而且给的全部都是现金 所以他印象十分深刻 在曹喜霸经常打球的高尔夫球场 剧组人员拿着曹喜霸的照片 询问球场打球的人 问他们认不认识照片中的人 很多在球场打球的人都说脸熟 那工作人员呢 找到了登记簿上的曹永福 也就是曹喜霸在中国的身份 根据记录曹永福 最后一次来打球的时间 是2013年1月19号 在2011年曹喜霸宣布死亡之后 曹永福这个人 还来球场打了11次球 后来韩国一位姓红的报道人说 曹喜霸曾经亲口跟他说过 他这炸死的计划 还说他准备在中国伪装身份 然后再潜逃回韩国 当时这个红某还问他说 你这怎么可能的 那曹喜霸一脸不屑的说 如果大家都以为我在中国死了 那谁会怀疑呢 根据红某爆料说 曹喜霸这个心肌梗塞 金蝉脱销的梗 还是他无意中泄露的 因为这个红某 他有心肌梗塞的毛病 他跟曹喜霸说 有一次他喝酒喝到一半 也就犯病了 坐上了救护车 来到了医院 差点丢了性命 那曹喜霸到底是不是还活着呢 可高熙尔会记得 这个剧组甚至找到了 曹喜霸死亡 当时出救护车的这个医院 那死亡证明上呢 没有曹喜霸的照片 而且名字写的是曹永福 最终死亡证上 很难去判断这个死者 到底是不是曹喜霸 但是医院呢 指出了一个很大的疑点 一般来说死亡证明啊 都要有两个章 才能够进行火化 一个是医院的章 另一个的就是 当地户籍民警的章 而曹永福的死亡证明上 只有医院的章 根本没有派出所有章 另外在火化证上 火葬的日期呢 是2011年12月21日 死亡证明上的死亡日期呢 是12月19号 也就是在死亡之后 两天进行了火化 这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而就在火化证下面 单位盖章的日期 却是12月11号 合着你人没死就给火化了 那这个日期的错误 是一个单纯的失误呢 还是另有隐情呢 其次呢 咱们再来看看 这个葬礼的视频 首先有谁会在葬礼上 去拍已经去世人的视频呢 虽然说曹家人说 这个视频是 不小心泄露给大众的 但是怎么看 都有一种刻意为之的感觉 那可高兴而不许不大 这个剧组呢 还找来了这个影像编辑的专家 来分析这段葬礼的视频 那专家得出的结论 就是这段视频 是经过大量的编辑和剪辑的 首先在前一个画面里面 家人就往棺盖上放了很多花 那后一个画面里面 棺盖上的花 什么都没有了 单从画面里面看 这个关中躺的人 确实像是曹喜巴 但是因为画质并不是很高 也无法判断曹喜巴是否已死 那有人就提出了 这个曹喜巴葬礼的视频上 这个玻璃的关盖上没有花气 也就是说可以判断里面 躺着的人没有呼吸的 那肯定就不是活人了 那韩国的SBS电视台呢 还专门找到了曹喜巴当时 进行火化的中国火葬场 那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呢 甚至穿上了兽衣 躺在这个棺材里面去做了实验 结果发现这个棺材的下方 不是密封的 空气可以流通 也就是说 就算是活人躺在里面 也不会出现哈气 而且这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还向火葬场确认了一点 就是如果你交了费用的话 不管你是活人和死人 你都可以去买一件兽衣 穿上兽衣 躺在棺材里面 去举行这样一场葬礼 那最后呢 剧组人员还找到了 中国做假证了 那询问得知 就造假这样一张火花证 也就一百多块人民币 而且一天就做好了 做出来跟真的也没啥区别 最最关键的是 曾经有人一鸣举报了 一通电话录音 那这个电话录音呢 是2012年2月份 也就是曹喜巴死后的 大概两个月 他的侄子柳氏 和一个熟人的通话内容 在电话录音中呢 这个柳氏跟对方说 我叔叔让我跟你说什么什么的 而我叔叔呢 实际上就是柳氏 对曹喜巴的称呼 好像这一切都在暗示说 曹喜巴之死 确实是有蹊跷的 但是警方却说 他们单独询问了 曹喜巴的侄子 曹喜巴的亲属 他的情人 还有他喝酒当天 所见面的那个金老板 他们的口供都是相当的一致 从中间找不出来任何的破绽 2015年10月15号 曹喜巴的侄子柳氏 接受了韩国中央日报的采访 在采访中 他透露了曹喜巴 偷渡了中国的过程 以及在中国的逃亡生活 那采访的最后呢 柳氏甚至还披露了 曹喜巴当时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的 坐船逃往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们花了8000万韩币 去贿赂当地的警方 然而就在接受采访之后的5天 10月20号 柳氏被发现死在了 大丘东区自己的办公室里 那警方简单的调查之后 迅速公布说 排除他杀柳氏的死 就是因为喝农药自尽 那在柳氏的身上呢 还存在了很多疑点 首先就是当时 他为什么从中国回到韩国自首 这个原因 他从来都没有提过 还有就是在接受采访之后的5天 他就意外自尽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2012年2月 BMC传销组织的骨干成员 江浩龙和崔千直 在山东烟台落网 随后被遣送回韩国接受调查 2015年10月10日 曹喜巴的左右手江泰龙 在中国江苏省吴溪市被逮捕 2016年6月28日 在曹喜巴逃亡后的8年 韩国检察院公布曹喜巴调查结果 确认曹喜巴已经死亡 对其不再有公诉权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 就这么一个诈骗犯 你这么关心 他誓死是活作甚呢 其实在这个案件中 如果曹喜巴 他真的是身亡了的话 那么国家就自然无法 再追究他的任何刑事责任 无法再提起公诉了 3万多个受害者的损失 再也无法追回了 多少个家庭 在这起传销诈骗案中 家破人亡 据目前不完全统计 这3万多名受害者中 已经有30多人 因为这起传销案而自杀 而这个案件也造成了 3000多个韩国人信用破产 在众多的受害者中 有一位姓李的婆婆 她的女儿在大邱地下铁 火灾中不幸逝世了 那李婆婆就拿到了 国家2.4亿的赔偿 在朋友的劝说之下 李婆婆把这笔钱 全部都投进了BMC传销公司 那在这个骗局公之于众之后 李婆婆的丈夫 因为实在受不了这个打击 四年之后寓意而终 李婆婆曾经说过 这笔钱是我女儿用命换来的 我无论如何都要要回来 如果曹喜巴现在还在世的话 她一定拿这笔钱 在过着逍遥法外的日子 最后呢 真的是想要告诫大家 珍爱生命远离传销 如果你身边已经有朋友 不幸入坑的话 那唯一的解脱就是悬崖勒马 执迷不务发财梦 一将功成万古乎 那在今天的视频结束之前呢 我想为我的一个好朋友 做一个广告 她呢也是在澳洲的一个YouTuber 做Vlog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了 丹尼的澳洲笔记 那丹尼呢 现在制作了一个课程 就是专门教大家 如何起步成为一个YouTuber的 如果大家一想加入这个行业的话 不妨去看一下她这个课程 那我已经把课程的信息呢 放在我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